上星期有浸會大學學生 佔領校內語民中心 抗議普通話豁免視評分準則 浸大初步調查之後 決定將兩個學生即時停學 你又覺得他尊不尊重你 他尊不尊重自己 他尊不尊重學校 他不尊重他所受的教育 是要切頭切尾 自己去反省 知道自己錯在什麼 我真的不尊重度 新民大學生就這麼高教育 說髒話來罵人是不對的 另一個人是你先生 如果有個先生這樣罵 你說什麼都夠膽罵人 不用像男生這樣上去騷擾別人 他本身的態度是有問題 他都目中無人 從一開始他都沒有尊重那兩個字 當然是心痛 還有影響香港的形象 你讀這麼多書 為什麼出來本身的品格也有問題 其實普通話都是多一個語言 很多華人的地區 甚至去日本 去其他地方的旅遊 去韓國 普通話都很普及的 不是因為自己不認同這個身份 就不會學一個語言 這個語言是對自己有幫助的 我認為 其實很多外國人都去到國外發展 都要學普通話的 你說是不是要不學普通話 思維有點偏極 西人都學普通話的 我去外國 西人見到我們 都跟我們講普通話 普通話差不多 一定要用的 以後都一定要用的